端木杰的餐厂上 烧不了这盆 香香辣辣的香辣烤鸡鱼 把鸡鱼的尾巴给它煎一下 口中倒一 我里里点毛毛烟 防止粘链下鱼 学会这个煎鸡鱼的方法 平时煮点葱鱼鱼 干烧鸡鱼 香辣鸡鱼都很好吃 这还开始辣的炒料了 放花椒 香酸 然后再加一包这个烤鱼鱼 就人和鸡尖豆瓣 活活的料都不用再去配了 一包烤鱼鱼就论出三斤的机遇 味道巴适得不得了 它的口味是香辣 都一点点烧烤的感觉 这个牌子的是名阳旗下的新品 流氧 配料不要干干净净的 大家可以放心的吃 炒香直接才睡猪鸡就是 是不是很简单吗 睡开过后下几点 8到10分钟入味就可以了 平时你还爱吃 煮点黄纳的辣煮点白粒 辣椒鱼这些都可以 味道都很正宗 手门滴滴滴滴滴滴传味 重要的是这个烤鱼鱼 19块9到时候有三袋 爱吃鱼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下方看看 吃的辣的朋友们 再加点小米辣 加点青椒断打碎 再来点青菜点准就出锅了 10多分钟自己在家里面就能搞定 香辣烤鸡鱼 想要吃火锅又想吃烤鱼的话 可以吃这个 香辣鸡鱼 烤鱼加火锅的结果 每个几个月就想吃点种鱼火锅 自己在家里面煮来 干净用味道 主要是煮法很简单 什么叫整整的油麻油辣香辣锅 真的可以麻的 你嘴边调辣的 你跟着不要喝火锅 香吃油麻油辣的朋友们 真的要注意 还要做香辣烤鸡鱼 爱得不得了啊 好香这鱼肉 强烈推荐你们 一定要去试试领领 给你推荐的这个烤鱼料 味道非常的正宗哦